我并不喜欢特别把瑜伽生活跨湖起来 是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把瑜伽带入你的生活当中 它如果已经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刻意去强调说 我是过着瑜伽生活 Establish Yourself in Your True Nature Then You Are Doing Ayurveda 意思就是说 当你自己活在你的 应该怎么讲啊 当你自己活在你自己的本质当中 安身于你自己的本质当中的时候 你就已经在实践阿玉废陀 如果你遵从你的身跟心 然后顺着你的灵 顺着你的灵性 你体内的灵性导师 想要告诉你的事情去过生活 你就是过着阿玉废陀的生活 不要将阿玉废陀 与你的本来的生活拉得那么远 就像也不需要刻意的将瑜伽 与你本来的生活拉那么远一样 像我一开始在教瑜伽的时候 从2012年我一开始在教瑜伽的时候 我就一直跟我的学生说 不要将你的日常生活隔离在瑜伽教室以外 请不要把瑜伽教室的门当成是一道 当成是一个时空闸门 好像说你进到这个门以后 你就不用再管你的日常生活琐事 然后日常生活琐事 等到你离开瑜伽教室 出了这道门 你再把它背到身上 不需要这样子 把你的日常生活 带进你的瑜伽练习当中 这样子你才有办法 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运用瑜伽 让你好好的过日常生活 感谢观看